尊敬的鄧炳強署長 郭任署副署長 蕭澤宜副署長 尊敬的李明葵院長 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僅代表萬龍國際全體員工 向出席今日開業儀式的所有 長官和各位朋友 表示熱烈的歡迎 此時此刻 其實我的心情是很激動的 2019年下半年 在香港發生的社會暴亂事件 令很多朋友 同學 同事 甚至是家庭關係 都撕裂了 亦同時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在這段黑暗的日子之中 那因我們還有香港警察 這樣一支世界一流的警隊 在香港最危亂的時候 在市民面臨巨大危 恐懼和危險的時候 忍辱負重 堅守崗位 不不不撓 無怨無悔 守護著香港 守護著我們的家 多謝你們 在那段時間 我每天看著電視新聞 看著你們流血 流汗 你們的家人也要承受危險和冤屈 作為一名普通的市民 我心感無力 不知怎樣才可以幫到手 唯有每次在街上見到一些軍裝警察 都跟他們說聲多謝 說聲加油 我記得有一次我特地走過馬路 走向EU車 敲了下車窗 裡面有個很硬面孔的Sir 搖車窗下來 而且用一些比較戒鼻的眼神看著我 他說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我笑著說 Thank you Sir 堅持著 想不到他瞬間 眼淚就流了出來 然後車裡面幾個Sir一起跟我說 多謝支持 放心 我在轉身的那一撒那 我突然明白到 可能他們平時承受的 比我們可以見到的 和想像到的 更加多 更加艱難 後來在李Sir的帶領下 我們和同事一起搜寫心意卡 去不同的分區警署和Sir 幫前線警員打氣 再後來我在微信朋友群裡面 組織那些朋友 籌募資金和物資資源支援你們 因此也都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包括我現家的partner Travis和Jesse 和Sabrina Wong 那段時間Travis和Jesse 他們幾乎走遍香港每一間警署 在此之中發生了很多很多感人的事跡 也有很多語言沒有辦法表達的感動 果然是輸到用時方之少 記得民造英雄民天祥在正氣歌裡面有一句 時窮節乃健 說的是危機的時候 一個人的氣節才會突顯出來 我覺得這句正是講我們忠誠勇毅的香港警察 因為這些經歷 令我下定決心承辦香港警察禮品郎 初初就一撲火心 想著危難見人心 決心要用實際行動 長久地支持我們香港警察 在人生的下半段 突然間又要重新開始一個新的事業 還要一個全新的領域 其實我都很忐忌 亦感到很大的壓力 但每一次當我想到 我又和世界上最優秀的警隊並肩 我們要為備受14億中國人 尊敬和崇拜的香港警察 提供紀念品 每日都會有機會服務這支英勇而優秀的團隊 這種無以言說的榮譽感和使命感 令到我所有的迷惘和不知所措 都轉換成努力再努力的強大動力 在疫情未受控的情況下 我們唯有日以繼夜 用很少的資金啟動了這個項目 在此我要非常非常感謝 警隊高層長官對我們的關心和支持 多謝Oscar Sir 和我們會面並指導我們 It's really a great honor Sir 我們完全沒有想過 這麼細小的生意仔 高層長官會這麼重視 激動之餘 我更多是感覺到責任的重大 之後鄧 Sir 也多次來到禮品郎 親自為民 指導我們的工作 對產品的設計 和定價 都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 讓我親身感受到鄧 Sir 對前線警員夥記的關心 考慮 多謝蕭Sir 多次來店裏購物 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們 Petro Sir 來到禮品郎 還親自送來精美的蛋糕 以實際行動 令到我們的員工 感受到在這裏工作 雖然工資低 不過福利好 有美食 有美食 也都有美式 因為每天都可以見到 有英俊 有美女的Madam 和阿Sir 而CSV小蘭丹 和Shadow沈小姐 在日常工作中 也對我們大力支持 令我們很快可以安心 全程投入到產品的開發 和創造 Jerney和Jack 在日常工作中 全力配合 幫我們協調各個部門的 解決各種難題 幫助我們熟悉新的工作環境 唯獨疫情 令我們不可以去到內地 和廠家親自研究 產品工序和細節 增加了我們很多困難和成本 很多時候 Charles都要和那些廠家 談到半夜三更 他對產品質量的堅持 令到那些廠家 對我們都非常之佩服 經常說的就是 如果我們都自己不願意買的東西 怎麼可以拿出手買給人呢 現在我們的客戶 除了內地 已經遍佈英國、美國、加拿大、新加坡 和西班牙等國家 我們會繼續努力 請大家給多些時間 我們這班新手 另外 由於現時的疫情 和各種情況 總部大樓的 和警會的禮品 並不對外開放 所以兩間店鋪的銷售 都影響挺大的 此一陣子 我們嘗試去各個警署 做road show 發覺效果就特別好 阿Sir和Madam很喜歡 因為平時他們說 真的沒有時間 特地來這邊買 而每買一份東西 都會有部份 捐給Police Waffle Fund 令到大家特別有動力和投入感 因此我們希望未來可以定期去各警署做road show 將我們的紀念品和溫馨服務送上門 希望在座各位長官多多支持 在這裏 我要特別多謝我老闆李明葵Sir 如果當初沒有李Sir的肯定和支持鼓勵 我是沒有可能 夠膽接受這個項目 李Sir給了很多寶貴的建議 亦不時為我指點迷津 教會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另外 蔡sir和張sir都對我非常支持 知我竟然紀念品 不停鼓勵我 蔡sir一直都跟我有緊密WhatsApp 給了很多建議我 我們去機場警署做road show的時候 張sir還親自拉大隊 去現場捧場支持 還講解了PTU 熊仔那個韓國仔的來源 多謝PBRB郭sir 和一班帥哥sir 日常工作中的支持和幫助 需要多謝的朋友太多 不能進屬 再次表示終身感謝 風雨漫漫創業路 歲月悠悠香港情 未來的日子 我們會陸續推出更多的新產品 和精品給大家 請大家繼續關注我們 有空就過來巡視一下 不買東西都可以跟我們sir個hi 這樣我們的警署 電源都會很溫暖 因為平時這裡沒有什麼人 冷氣很冷 隨著社會治安 越來越穩定 禮品郎作為香港警隊文化宣傳的 另一個窗口平台 作用都會越來越大 我們會不忘初心 用一流的服務和服產品 努力服務好世界一流的警隊 With passion We serve with honor Loyalty and quality 我們希望可以和在場所有長官和朋友一齊 不忘在日的苦難揮煌 無愧今日的使命擔當 不負明日的偉大理想 最後衷心租願各位長官和朋友 工作順利 萬事如意 謝謝